Hello 大家好 我是Sue-Ann 今天是來結帳的 這次是針對媽媽的問題 即是不再說嬰兒的事 都是一些大家經常都問到的事情 即是一個FAQ的影片 如果大家對這個題目有興趣 就可以繼續看下去 我們首先說產後 第一件事一定要說大家最常問的就是雜肚 我其實又要重複一次 第二 我大肚的時候是肥了總共44磅 我試過最嚴重的一個星期 產檢的時候是肥了8磅 一個星期 即是嚇死醫生 那我為什麼要說這些呢 其實是想說雜肚 只可以幫你修復複殖肌 而且可以幫你把一些 因為你的肚子撐大了之後 令到內臟移了位或變形的東西 用外力去綁住雜肚 我自己雜了10天 我找那間是一個註冊護士去開的 她們是兩個女生開的 都是做上門窄肚服務的 混合了馬來西亞和印尼的古法窄肚 首先她會先幫我推肚子 即是會用一些草藥敷在肚的位置 一些都不痛 很舒服的 即是像按摩一樣 就會用一些熱力去令草藥吸收一點 然後就把它擦掉 然後就會開始綁第一層 像是嵌帶一樣 很厚的帶 它就會紮到很實的那一層 那你就可以跟它調節一下 跟它說回你自己真的受不了的話 就可以出聲 由你胸下面這個位置 即是由胃膽開始 一直紮到你的盆骨那裡 所以你去廁所其實都會有一點不方便的 那我剛才說我綁完那層嵌帶 外面就會再綁一層的東西 然後它就會有一個拉鏈 這樣會拉住了 它就會叫你紮大約10個小時以上 最好就紮到12個小時 然後慢慢你就會覺得習慣了 到第二天的時候就好很多了 那你問我紮是否辛苦呢 是辛苦的 那尤其是如果你是日後有活動的時候 你日後紮著它 我覺得是不太舒服的 所以如果你問我 我會建議大家紮晚上 因為第一晚你應該不太睡到 但是到第二晚你就會習慣了 那如果你可能三四點 紮上來幫你做 那做完之後差不多完 可能五六點 那你開始計算時間 一路其實紮到你第二天 如果你要胃奶 你第二天起床 胃奶的時候 你就可以脫了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紮晚上是方便一點的 起碼你也有幾個小時在床上睡 其實就好過你日後 因為你坐在那裡 那個位置都會很不舒服的 盆骨本身都大 而且我的臉本身都是肥的 那我那時生前 我的臉本身是去到42寸 那我紮完十天之後 那臉本身就回到40寸 我的肚子在紮之前好像是34.5寸 紮完之後就去到32.2寸 那我複殖機分離不算特別嚴重 即是生完之後複殖機分離的程度 就大概是2寸到2寸半中間 紮完肚子後 我的複殖機基本上就接近拍了 就剩下0.5寸 之前試過有些觀眾說 如果我還沒生過小朋友 我可不可以紮肚子 其實是沒有用的 因為它不是紮脂肪 它是紮你分離的複殖機 內臟還有一些假水腫 即使用一些外力去令到水腫的時候 可以燒得快一點 還有會不會反彈呢 我自己覺得其實是有一點會的 如果你說你摘完肚子後 你繼續瘋狂地吃東西 然後你又沒有做運動 其實我覺得肚子也是慢慢會變大 因為你再加上肚子已經是脂肪了 你問我 我覺得值不值得推薦呢 我覺得是值得做的 始終這件事是一個極速 可以幫你修復複殖機分離 以及修復你子宮的一件事 第二件事也是產後的問題 真的很多媽媽的關鍵 關於產後脫髮 還有頭髮出油的這個問題 事緣就是我早前在IG分享 我的頭髮由大肚後期開始 就越來越油 真的油到瘋狂 我自己本身不算是很油的頭皮 我本身是可能中性偏油一點 我是隔天洗頭的 除非真的那天有什麼特別事 做迫使我洗頭 就像最近這樣 外面那麼多菌 我出了街就一定會洗的 不然我真的也是隔天洗頭的 但是我以前隔天洗頭頭 頭頂上都是油的 然後Dry Shampoo已經可以解決 不至於會很癢 甚至乎會臭 但我關完之後 頭髮真的很嚴重 是越來越塌 這些髮根位是塌到瘋狂 那種頭油的臭味 是你睡覺睡在枕頭上都聞到 真的很難受 其實我本身就是去我去開發營師那裡 我放回他的IG在下面 那我就在那裡做了一個頭皮治療 算是那陣子令到我的頭油的情況好一點 因為最誇張的時候 他幫我做頭 是做起我面層的頭髮 裡面那層的頭髮 好像20天沒有洗頭 是一條條濕粒的 或者有時候可能我一洗完 很快已經會變成這樣 有一支就是在我發營師那邊介紹的 其實也很有用的 但比較難買 其實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哪裡可以買 但在我發營師那裡是可以買的 是這個Eva 一個去油的洗頭水 都叫做很強力的 但這個洗完之後 其實頭髮都會很乾 整個頭都很乾 還有也是有一個小事 想跟大家說 如果你洗頭 尤其是我這樣隔日洗頭的女生 一定要洗兩次 這樣東西是嘉欣教我的 他就說第一次洗的時候 就只是輕輕洗 不用洗到很起泡 到第二次洗的時候 就再再洗泡 就會真的洗得乾淨很多 我自從試過這個方法之後 其實都明顯是改善了 但如果你用不適合洗頭髮 就算你洗兩次頭 也不會有很大好轉 這個是其中一個推介 另外一個推介 就是很便宜 而且香港很容易買到的 這個也是之前Katy有拍過片說的 是這個Hair Recipe的奇異果味 你看我其實都用了很多 暫時都覺得它挺好 如果洗兩次的話 洗這個都可以保持頭髮很乾爽 到第二天都不會很黏 而且不會很癢 不要洗太久 不然你的頭髮也會變得乾 我自己也是會用髮膜做護髮素的 我也是用以前用了很久的Fino 放一張圖在這裡 不會太乾的頭髮 另外一樣想跟大家分享的產品 也很感謝他們發給我試用 我試用完之後真的很喜歡 所以先分享給大家的 就是這個50位的養潤浴髮精華素 它不是洗頭水或是護髮噴霧 那其實它有什麼用呢 它主要是幫助脫髮 可以令到頭髮生化 還有令髮根粗壯一點 都可以改善頭髮扁撻這個問題 我真的很興奮 另外這個品牌也是我媽媽的愛牌 她經常都用她們的洗頭水護髮素 對 她們也有洗頭水護髮素 不過我今天就是先介紹這支產品 它的名字叫50位 好像是50歲以上的人用 但其實不是的 它是用了50種很珍貴的天然成分去做 例如是人參、東蟲下燥和靈芝 它是很適合一些生完小朋友的媽媽 因為大家的頭皮 不知道會不會像我一樣都會變得特別敏感 其實我覺得我那種很癢的狀態 已經不只是因為出油 是真的已經去到很敏感的情況 我自己用它就用了一個月左右 其實很快已經見效了 我頭髮真的很多 很老實說 但是我這個位置 是凹了很多頭髮 因為我其實這兩個位置本身都是凹的 但是如果說我紮了邊 我這個位置之前是凹到好像來到這裏 而且這個位置是好像拖了這樣 但是你們現在看到 我用了一個月之後 就開始生了很多霧霧出來 我這樣掀起那些霧霧是正常的 但是這裡前面這些霧霧 真的用完它之後才生出來的 我昨天去做頭髮的時候 我的髮型師都說 看到這裡有很多霧霧 他不斷幫我染髮的時候 不斷塗這個位置 洗完頭之後 就會噴在頭皮的位置 然後就會按摩 然後就會吹頭 這些位置我都會掀開反起它噴 噴完之後就會吹頭 它的質地是非常水壯的 我噴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這樣的啡色 超級水狀 很舒服的 而且它是涼的 噴在頭皮上 是真的很舒服的 現在先按一下 我很喜歡那種涼的感覺 你一邊吹頭 你知道是熱風的 吹下去很爽 而且早上噴完之後 也會有一點點醒神的感覺 所以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這東西是真的覺得合理 而推薦給大家的 雖然它的價錢 看起來也挺貴 因為它要三百多元一枝 但好像我這樣 用了一個月 我就大概用了這麼多 都還有半枝 然後已經明顯看到 它有刪到頭髮出來 所以我覺得大家是值得試的 好 接著就分享一下 都是開刀的媽媽經常問我的問題 就是問我用什麼 除巴貼的 這個是醫生之前介紹我用的 它就是開了這一塊 SicaCare的除巴貼給我 它是一個這樣的透明狀 它的長度就是我現在的 巴痕的長度 貼著這塊 大概三十天左右 就要換一塊 這個我看到其實平時 馬鈴火神士 那些藥房 那些都應該有機會有得買的 或者上網都會買到的 所以就不太難 它最方便的就是不用擦 每天洗澡的時候 用清水洗一洗它 然後洗完澡之後 印乾再貼上去就可以了 那你說效果是不是很明顯呢 那條巴痕不會完全消失的 但是我覺得 對於那個巴痕的修復 也有明顯的改善 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這個 華癮的時候 很多媽媽問一些關於 任神膏 預防任神紋的產品 哪些有用呢 那我當然要是我洗完之後 真的一條紋都沒有 先跟大家分享 那好吧 好驕傲地跟大家說 雖然我肥了那麼多 但是我是一條任神紋都沒有 是真的一條都沒有的 問我什麼產品呢 我用過Mustella的那個任神膏 其實那支我自己就不太喜歡 因為它很黏 都不是很容易推塗 在肚子裡不是很舒服的 那後來Clarence就寄了一系列的產品給我 包括有這個防胸部下垂的膏 這個蠻舒服的 這個都蠻推薦的 這個都蠻推薦的 因為我的胸部真的不算是對得很厲害 另外它真的有一個是 Stretch Mark Control的 這一隻就是它的牙膏妝 我覺得是蠻好用的 而且它的質地不會太黏黏 其實它是有一個孖寶 一支油 再加這個一起用的 我就真的沒有用過那支油 因為那支油是要用完之後 沖身然後抹乾再塗這個 我覺得太麻煩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只用它 那支油呢 我有的 但我真的沒有怎樣用 後來就送了給另一個媽媽了 另外一個我自己都推介的 其實就是這個牌子 它是我去做孕婦按摩的那間公司出的一支 按摩油 即是任聖紋的油 它是Custom Blended的 那你就真的可能去了那裡問清楚 你需要些什麼的狀態 或者看你的肚皮乾不乾 撐得很嚴重 那它可能會再安排不同的配方給你 我很喜歡孕婦按摩 真的很舒服的 它在一間房間 所以每個單位只有一位客人 是比較難預約的 價錢方面我記得好像也不是太貴 好像六百多元左右一次的 另外這支油就真的很推介 是超舒服的 因為它是香薰油 所以它的成分是絕對是 專用大肚婆而設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 大肚婆不能用的成分 它會不會用 那是不會的 Clarins我用了兩支 兩大支 這個我用了一支 是最後期的時候用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哪支是有用的 但我自己用過的就是這兩個 如果大家都想試一下 就試這兩個 一次過就分享了很多媽媽在產前產後 都會問我的一些問題 希望這支影片都可以幫到媽媽們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讚好這支影片 還有記得按下一個小鈴鐺 下次我出新影片 你們就會收到第一時間的通知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請私下支影片